那其實資料的保護非常重要 所以以後你們在使用Excel的時候 如果避免一些糾紛的話 其實真的你給人家資料之前 先把那個範圍鎖起來再給人家 不然的話真的很麻煩 到底是誰改了不知道 這樣的話造成 最後公說公由 裡面有一個答案 所以第一個 我希望把這個範圍做兩個動作 一個是不能竄改 第二個的話呢 公式把它隱藏起來 不要讓人家知道公式 OK 應該還記得怎麼做吧 有沒有 之前我們有做過 一一先把全選 全選的話這邊有一個標籤 全選按右鍵 除了格式先做什麼呢 保護部分的話 按右鍵除了格式 先把它全部的部分 鎖定 跟隱藏都不打勾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呢 我只要保護的是這個範圍 這個結束日期的範圍 其他範圍都不保護 所以我先全選 其他範圍都不保護 不保護是 不打勾的意思 所以先把全部 先不打勾 按確定之後 再把這個範圍 選起來之後 按右鍵 儲存格式 再一樣保護 只有這兩個部分 保護 這概念應該 跟之前一模一樣 OK 所以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 現在還是 還沒保護 那什麼時候保護呢 教育裡面 保護工作表 記得輸入密碼 密碼 我一樣輸入1234好了 假設 1234 OK 好 那輸入完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已經是 保護狀態了 所以游標放這邊 公式不會出現 第二個 要修改 輸入任何資料 都會被什麼 保護住 其他會保護呢 其他這邊 這邊都沒有保護 所以我 任意的地方 輸入資料 都可以 只有什麼呢 只有剛剛的 這一個範圍 OK特別是要 不能做任何的修改 保護起來了 然後呢 他的公式也看不到了 OK 第一個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如果這個範圍 保護起來之後 那我們剛剛有 拽寫了VBA 有沒有 結束日期跟清除 那我如果清除他的話 可以清得掉嗎 本來如果沒有保護的話 是可以清除的 有沒有 但是如果現在加了保護格 我可以了 按下他就知道清除 這個時候有沒有 馬上出現什麼 執行階段錯誤 因為他說 這邊 但是他沒有 按針錯一下 他會跟你講說 我要丟這個東西 丟不進去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地方已經保護了 所以是 第2指 這個出車 我要丟這個空置串 進去裡面 不行 那怎麼辦呢 還有印象嗎 其實只要寫兩行程式都可以了 有沒有 那兩行嘛 有沒有 就是什麼呢 動態取消 保護 跟 動態再把保護加上去 有印象嗎 對對對 同學已經講到那個關鍵字了 那個叫 unprotect 那個概念上 目前這個工作表 它的 物件名稱 目前的 目前是active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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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就是目前活動的 目前這個工作表 工作表 的物件名稱叫 sheet 所以是 目前的 工作表 sheet 他 要 把它 動態的取消 所以 點一下 取消 保護嘛 保護是protect 那取消的話 加一個un protect OK nprotect 然後 括弧一下 密碼就是1234 因為我剛剛 加了一個密碼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先 不是特別說我剛剛都打小血對不對 你會發現 如果字沒拼錯的話 他這些手字都會變大血 這也是個技巧 我剛剛之前跟各位講過有沒有 好那再來的話呢 等到他跑完之後的話 再把密碼加上去 因為呢 還是要動態保護 那記得把un拿掉就可以 un就是protect OK 那所以呢我可以讓這個程式倒車 前面講過 拉到這邊來 先動態的讓他 怎麼樣 先動態讓他取消保護 所以 拉上來之後有沒有 按個F8 他可以怎麼樣 動態取消保護看看 所以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如果這一行 有執行正確的話 理論上 你在這上面應該會看到公式 但如果錯誤的話 還是看不到 所以我們試一下 這邊我可以按F8 有沒有發現 這行執行正確 意思就是 已經取消保護了 所以你會發現 目前的按鈕是變成保護工作表 不是取消了 因為他已經被 再來這邊的話也取消了 所以 有蠻多地方可以觀察 再來你按F8 他可以怎麼樣 再讓他往下一行 可不可以清除 可以清除了 所以NAS 當你全部清除完之後的話 記得要做什麼 再把保護加回去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清除完了 到這一行 那怎麼知道 有沒有再把 保護加上去 看這邊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現在是保護 等同事 按上面按鈕 按下 這個時候的話 這邊按F8 你會發現 這邊按鈕 又變成取消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等於是動態 再把保護加上去 一樣的道理 當然如果說我現在 如果要 這個 清除已經OK了 那 結束日期 如果再加他 那一定也會發生錯誤了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地方 也一樣要動態 把它取消保 所以 我們就是在 這個的上面 跟這個的下面 怎麼樣 可以把 剛剛這兩行 再把它複製 移到這上面 意思說 我剛開始 就是先取消保護 再來的話呢 再把保護加上去 游標一定要先放在這一行 讓他全部跑 所以這樣子加回去之後 OK了 然後這邊的話清除 所以做完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也是不能變更 按下他 這個時候可以變更 但是他只要 離開之後的話 又保護起來了 OK 所以 我們多增加一個 等於是有點 複習 之前我們在那個 教室驗習統計表裡面用到的 就是動態的取消 保護跟動態的增加保護部分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 好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